我昨天去全家买的这个 真的很好吃 它这个布丁是 有一点慕斯的感觉 然后不是那种很Q弹 就入口即化的那种 真的很好吃 So sweet to me Will you be sour later Let's fire in our trees Looking back, looking back I remember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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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Stepping on the moon Back home where we're from Digging your company Days have just begun Nowadays the waves spread high As we crash on the ocean floor Dusting off the days of genuine war So when life is new and strange Taking us back for a chance So sweet to me Bringing treats back from the food trailer I could leave you all keep Kicking back, kicking back Feeling lessy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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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Tripping around the house Been way too long Been way too lo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给你们看 空气炸锅 到了 这样子打开来 它里面有一个隔层可以炸东西了 它是在我手账本上 2019年100个愿望礼牌 第23名 所以这应该是我还挺想买的样东西 这个锅我买来好像是700多 是这个牌子的 是一个国产牌 是的 没错 你看我飘洋锅海淘的一个国牌 它是120伏的电压 空气炸锅呢我是在别样APP上买的 喜欢这个APP的原因呢 就是它是类似于海淘助手的感觉 你同样在一个网站 就是一个你想买的海淘网站上下单 然后转运回国 然后收到 反正它那个APP就是时间一样 收到东西也一样 就是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有很多海淘的网站是不支持用支付宝的 然后你通过这个APP的话 你就可以用支付宝进行付款 还有的话是有一些网站 它是不支持直游中国的 可能就需要转运 或者说需要你自己转运 这个APP呢就是不能直游到国内的网站 它会转运给你 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别样APP上 海淘的话是一个还蛮方便的 就水到渠成很方便的事 可能就是你一开始进行海淘 没有像什么Visa或者PayPal的一些支付方式 或者说你对海淘的转运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了解 或者就是说是语言方面会有一些障碍什么的 你都可以选择这个APP进行海淘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还是非常方便的选择吧 就是这样 bit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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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这个就是认认真真切的 这个就是打边角料切的 我拿了一个牛油果的保鲜盒 然后正好可以放我的牛油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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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